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報道 今天是5月5日 星期五 三條五 現在的氣溫熱了很多 昨天我回到家也要開冷氣 現在的氣溫是26度 外面是天晴 偶爾是多雲 高空反氣旋正在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 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 日間炎熱 市區最高的氣溫大約31度 新界再高一兩度 局部地區有驟雨 吹輕微至和緩的冬至東南風 天文台展望 明日同樣炎熱 也會有幾陣驟雨 下星期日和星期一驟雨比較多 有雷暴 下星期初天氣稍涼 天色就逐漸明朗 總之現在我又會太炎熱 最好長期都是22度 因為今天最高氣溫可以去到31度 其實就已經變成夏天 在家不開冷氣的話 只開風扇就有點難受 然後就跟大家看看新聞 昨天跟進新聞 跟大家說過有人在新蒲江被人抽牌後發脾氣 和警察有點推撞 最後就襲警被人拘捕了 據了解 原來被人拘捕那個不是什麼普通人 這個53歲的本地男子 是香港球壇名將 就是港超聯球隊標準流浪教練 招重文 這個招重文 已經是退役的香港足球運動員 曾經是香港奧運足球代表隊 和香港足球代表隊的隊員 持有亞洲足協A級的教練文盤 現在就是擔任香港超級聯賽隊 標準流浪教練團的成員 其實能夠在體育界運到五十多歲的話 他應該不會窮 為什麼會對一張牛肉缸這麼大反應呢 就是說如果自己找得萬一、二 你被人抄牌當然會生氣 但是這個也不合理 因為如果你找得那麼少 你就不會開車 所以有些人經常都說 你開車不用介意那些少少 當然有些人的車如果是穩食車的話 都是緊張的 因為這些都是代表他的工作開支 成本 但是被人抄就 搞到你又要出手打警察 然後又要上報紙 又要讓人知道你是誰 其實如果382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話 其實都真是值得 下一則新聞 這則是驚人蟹民的新聞 一個中六的女學生 懷上了前男朋友的寶寶 然後居然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 在學校的刺隔那裡生了 然後生了之後 他就擔心寶寶寶寶的哭聲會被人聽到 然後就把牠躲起來 然後就棄置在街上 後來就被圖人發現 發現的時候 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大家都能夠想像到 這個中六女生 之後就被人控告相關的罪行 昨天在高等法院 她自己是認罪的 她求情的時候就說 其實當時 她自己一個 所以就很害怕 總之連她的前男朋友也寫了信 其實那女生就不應該被罰她 才是應該要受懲罰的人 法官就形容了 這是令人傷感的悲劇 也明白被告當時面對的困境 將這宗案件押後到5月25日判刑 那女生就沒有出名 因為可能要保障她未來生活 那些 她的律師就表示 被告為何當時會有這個行為 是因為她剛剛才生完寶寶 仍然是受到影響當中 所以精神就不平衡 所以就導致到 有些不理性的狀況出現 還有 這一個女生就身於破碎家庭 從小就缺乏家營的關懷和指導 另外 也都引述社工的報告就說 她居住的環境就非常惡劣 滿布垃圾 也都獲得 學校的老師和同學就寫求情信就說 其實那個女嬰的父親才是需要受到刑罰的人 很多人都幫她求情就說 希望法庭就能夠憐憫被告 不過 我相信無論怎樣憐憫也好 因為牽涉到人的走了 還要是寶寶 所以 判監這件事我覺得應該是無可避免的 這個中六學生就真的慘了 原本出身不好 可能成績也未必那麼好 突然之間 還要有這件事出現的話 整個人生大前途是受到很大影響 這件事發生在2020年9月22日 距離現在有三年 但是 通常受到這些困擾 她很難再進行升學 就算你說 原來她之後成績趕得上也好 但你想想 如果她現在讀大學的話 其實她在年3月或4月的時候 她就要坐牢 到時你的學業跟不上 所以這件事真的慘得無論 也就是說 不是說不准拍拖 不過 你拍拖的時候 你說 男和女之間會有什麼行為進行 我理解的 雖然我未經歷過 但是 起碼你都要過了中學 再不是 即是你大學的時候 都要做好安全措施 如果不是的話 你真的整個人生前途 會遭遇到這件事 是180度大扭轉的 下一則新聞 無線電視東章西望女主持 李詠儀很久之前在大嶼山採訪 遭遭一個女受訪者襲擊 女受訪者被控兩項普通襲擊罪 被告早前指審訊存在不公 申請終止聆訊遭駁回 案件在昨天在西九龍法院開審 控方提出以簽保守行為去處理這件案 其實你說簽保守行為等於沒有罰 只要你不再犯法的話 其實就等於當是抹了件事 但是 這個被告堅稱自己無罪 所以強行說 不行 我堅持自己無罪 要開庭要開來審 更加就是 庭上傳召事發時的攝影師出庭作弓 他指被告曾經用手推車撞向李詠儀 想將他撞出馬路 更加拍打攝影機 導致他故障 以及用手掌和拳頭襲擊李詠儀 這件事由他慢慢審 我也想看看這女被告堅持自己無罪 其實呢 到了最後他會不會被判監呢 即是原本你簽手行為是完結的事 但如果你堅持的話 將一些髒東西、黑材料 越挖越深的話 應該不會一兩個月的坐大 例如說 坐7天、14天 其實 之前這個女被告的精神行為 其實都很古靈精怪 因為這宗新聞之前也有跟進 不過在這裏就不說太多了 到他判了之後才再跟大家說 下一宗新聞 澳門一間酒店 懷疑發生了嵐油案 澳門的司警局 在昨天晚上6點 接獲消防局通知 在路騰城的一間酒店客房 發現了一個藍絲 死者的頭部有列文 以及已經出現了C班 據了解 死者是內地人 不排除案件涉及兌換金錢等問題 司警在昨天晚上10點40分 帶走一名男子調查 同時也檢走多代的證物 澳門那些 偶爾都會有錢滿籌碼 籌碼換錢 然後人民幣換那些 即是澳門幣 然後又會有些 甲大師圖的狀況 因為你去得到酒店房換的 即是表示這些不是正規 沒有牌照的 很容易會有些 偷家拐騙搶的行為 之前澳門都曾經是因為這些 換錢 又或者有些叫外賣 叫很漂亮的女性過來送外賣的狀況 之後又不給錢 又發生爭執 又有人命傷亡 這些 在澳門其實是罕見的 但不是絕無僅有 下一則新聞 美夫發生搶標案 在昨天晚上8點 警方接到美夫萬方商場地下位置 一個29歲聖蛇的男事主 和一個年約20歲的男子交易期間 被對方搶走一隻價值10萬元的黑金勞力士手錶 於是報警 案件列作為盜竊案處理 交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四對跟進 正在追緝一個年約20歲的疑犯 身高1.65米按發時 身穿灰色上衣和藍色長褲 現場消息指 男事主在網上交易平台KL時候出售這隻手錶 約了買家在美夫地鐵站交收 但男買家在檢查手錶時突然奪標圖去 男事主隨即追上 追了200多米 追到附近的加油站時 失去對方的蹤影 其實整件事愚蠢露 如果你說我買一塊水 我不介意在地鐵站交收一塊水 但這隻手錶是10萬元 10萬元不是要約好在平台上 再用專業的工具去檢查嗎 因為盧力士有很多很多假錶 而且盧力士的假錶 是真的 你不拆開機心去看 你都未必知道是假錶 就算你拆開機心去看 你不是熟悉那群人 也有機會被騙到 就是以為那隻是真錶也不頂 所以你勞力士就這樣 在地鐵站10萬元交收 你看到甚麼 你甚麼都看不到 所以本身能夠應約 在美夫地鐵站交收10萬元的東西 根本都愚蠢 下一則新聞 美國政府2021年開放了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的5加1移民英國計劃 南華早報在昨天引述英國駐港總領事 相關的政策至少會延至至2025年 又指英國現時沒有討論過要改變有關承諾 其實你改就改吧 因為真的有心離開香港的人 但我相信現在有很多交稅的人離開香港 但我覺得未來兩三年之後 那些人很快會回流回來 因為在英國賺不到錢 但稅就要交很多 但相反 你回來香港之後 錢可以賺更多 稅可以交得更少 所以我相信兩三年之後 很多有能力會交稅的人都會回流 下一則新聞 有69年歷史的中西區聖家禄學校 下個學年未獲開辦小學一年級 校方在昨天發聲明說 跟教育局開會之後 當局批准在24年至25年 再次參加小一入學統籌辦法 即是說學校只要在下一個學年 能夠收購學生的話 或者可以逃出新天 逃過殺效一劫 教育局在晚上回覆查詢就說 正在審視學校提交的資料 去批出相關的方案 現在學生 無論你是否有特殊學習需求 現在每一個小學一年級學生 又或者是幼稚園學生 個個都被人當是補 很多學校都說 餐一個餐兩個就被人殺效 長洲那間不知什麼小學都是一樣 餐一個學生就搞成這樣 甚至乎 我猜學校恨不得 是出錢想租學生回來 以前我們就不值錢 學生這些 你們稍為比較白艷 搗亂 成績跟不上 踢你出校就踢你出校 但現在就算你怎樣化骨龍也好 學校都不敢踢你出校 現在的身份是完全改變了 以前就說 我們要敲門 希望可以入到學校 但現在不是 學校可能隨時上賣 你家敲門就說 麻煩給令郎 令千金過來我們學校讀 我包補承諾最優秀的師資 將他栽培成為最好的人才 因為都沒有學生可以教 這些就是風水輪流轉 出生率低的問題 可能在下年這個時候 會聽到相關新聞的狀況 可能會更加嚴峻也未定 下一則新聞 兵協國歌事件 兵協在昨天在限期的最後一天 已經向港協 遞交了全面的書面解釋 和企業的管治改善方案 港協說 在昨天下午6時收到報告 真的拖到最後一刻 你不拖到別人收工也不肯交 港協說 會適時召開董事局會議 去進行探討 到時又看看 和政府會怎樣 究竟之後會有什麼懲罰 下一則新聞 關於警察新增的60條MC 合格等於過到DSC2級 公務員事務局 就出來澄清 其他的公職 就不認可這份MC的成績 即是說 就算你考完這份MC 你只可以用來考警察 其他的紀律部隊 其他的公務員職位 是不認可這份MC 不過我覺得 可能這些是暫時性的 因為如果有份MC 一個小時內就可以審別到一個人 中英文過不過關的話 其實是很方便的 總好過就是 因為現在你要去補回中英文 拿Level 2 只有兩個方法 第一 考轉DSE 但這是極度辛苦的做法 而且每年時間有限 然後花費又高 你最起碼要花2-3千元 我猜 然後再不是你是讀藝進 讀藝進 可能要花3-4萬元 還要整年保持著精神壓力 然後還要偶爾上課 現在60分鐘 一個小時 不用錢 能夠解決到問題的話 其實這份卷 對於很多想補回成績 而且他有能力的人來說 是相當之很好的 其實我自己就有點期待 將來這份卷的試題 不知道會不會釋出 不知道在網上有沒有做 因為如果有的話 我也想試一下拿來做一下 不過 先說明 我中英文一早過了二天 因為過不了這些 沒有可能讀到護士學校 不過我也對那些試卷 那些MC的問題 比較感興趣 想挑戰一下 已經離開了護士學校五年六年的我 究竟 還能否懂英文 能否解答到問題呢 下一則新聞 港鐵在今天凌晨公布 收到中國鐵路單位通知 個別的高鐵 會在今天暫停服務 受影響的車廁 是來往廣州東的G6561和G6564 受到影響的乘客 可以在12306 應用程式去搞退票 下一則新聞 食環處在昨天公布 分別在天水圍的食環處 天幕街市和尖沙咀海防道臨時街市的 兩個攤位 合共發現兩個新鮮牛肉樣本 是驗出不可以在新鮮肉出現的防腐劑 二氧化瘤 正在跟進這件事 根據相關條例 在新鮮肉裏面有這些二氧化瘤 是違法的 最高可以罰款五萬元和監禁六個月 大家要小心點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 經常會去這兩個街市買菜 下一則新聞 葵聰醫院在昨天最新公布 醫院早前有新冠確診的 智障科藍病房群組 現在再多12個沒有出現病徵的病人確診 他們的年齡是24至58 總之接受隔離治療 情況穩定 由星期二公布的群組起 累計已經有34個人染疫 沒辦法 智障病房好像是大家群體生活 所以一小時 只要你不理他三天之後 全部人都會中 下一則新聞 一個24歲的男工人 在二零年七月 在九龍灣一個政府大樓地盤工作時 觸電 於是送院後死亡 死者的遺產繼承人 在前日日品高等法院 指意外是因為僱主和承辦商的疏忽 違反了照顧責任和法定責任所導致 要求作出賠償 不過日品藏未有列明金額 下一則新聞 東亞銀行一名前客務經理 涉嫌收取報酬 為中介公司的客戶開納戶口 並且懷疑使用假入境處標籤副本 俄稱部分客戶處理手續時 身在香港 涉嫌收了29萬去做這件事 前經理在昨天在區域法院 中介公司的報酬 承認收取利益等七項罪名 法官葉左文把案件押後到明年1月10日判刑 被告繼續獲准保釋 下一則新聞 昨天下午3時 一個23歲姓黃的男子 在荃灣海霸街報案 就說 在網上平台 懷疑被人拍了照 以及用來製作北雅影片 其後被人勒索了大約1萬元的點數卡 警方去到現場後被人勒索 交由荃灣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六隊跟進 不知道是被人哄兩哄 拍了自己全身給人看 還是怎樣 現在還有一種新玩法 因為現在的AI、變臉等很厲害 就算你只發出一兩張自己很正常的 例如大家經常看到我的影片 看到我的樣子的話 其實都已經可以拿幾段路的影片 放在AI製作 然後一聲 我就可以變成那些甚麼影片的男主角 可能是因為這樣 然後再去勒索他 就說 你不想這些影片被人見到的話 就給我一萬元 不過 如果有人真的這樣勒索我的話 我不要緊 你最好放出來 到其時有新聞播的話 我自己報自己的新聞 我令到自己更加出名 我真的不怕你 好了 下一單新聞 在昨日的下午1點 一個28歲姓陳 和一個29歲姓大的女子 在天水圍的天氣街 一個住宅單位 就因為感情爭執 其間 女朋友用一把15厘米長的水果刀 和言語恐嚇陳藍 並且以鐵錘毀壞了陳藍 一部價值一萬元的手提電話 以及一部一萬六千元的手提電腦 另外 還有兩部價值二千元的相機 連鏡頭就丟向地上 陳藍阻止女友期間受傷 於是就報警 最後女兒就被人抓了 按鐘的手機是iPhone 手提電腦是MacBook 作為男人我聽到都覺得心痛 不貴的東西你都不丟爛它 好恐怖 下一則新聞 港島山頂經驗果子梨的屍體 在今天凌晨凌時 有保安員在巡經嘉烈山道8號對開時 發現一隻半米長的果子梨 倒餓在馬路中央 掩掩一息 於是就報警 警員到場發現果子梨的頭部嚴重受傷 已經明顯離開了 警方不排除果子梨被車撞斃 案件列作為發現動物施骸處理 下一則新聞 警方在上月28日接獲一名男子報案 在觀塘瑞和街28至48日一個單位 有一個手袋不逆而非 懷疑上旨遭到爆竊 警員接報到場 經過初步點算 就發現這手袋裡 大約有六千元現金 還有三張三萬元滑線的支票 被人偷了 警方經過深入調查 在2號的時候 在深水埗區 以涉嫌爆竊 拘捕了一個54歲姓陳的男子 警方強調爆竊 非常嚴重的罪行 切勿以身示法 下一則新聞 在天水圍的天聖院 發生了傷人案 在昨天下午5時半 警方接獲圖人報案 在天聖院聖月閣附近的一個公園 一個42歲姓曾的男子 遭到一個非華裔男子 持戒刀襲擊 男士主胸口受傷 半清醒 由接報到場的救護員 送往屯門醫院救治 其後恢復清醒 警方追蹟一個年約40歲的非華裔男兒胸 他當時身穿綠色T-shirt、牛仔褲和波鞋 下一則新聞 紅磡發生了巴士車禍 一架新巴撞到行人路的巴士路牌 擊傷了兩名傷者 事發於昨天下午4時 一架796X的雙層新巴 由尖沙咀東出發 前往將軍澳工業村 駛到碼頭圍道166號對開的巴士站時 意外撞到巴士站牌 繼而擊傷了一對長者夫婦 七十歲的女傷者頭、手、腰和受傷 至於七十二歲的男傷者下盤痛 兩個人清醒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下一則新聞 深水埗的警方 在昨天下午 在區內展開了代號 晴天的反非法藥物行動 期間 警員在桂林街折查了一個可疑男子 並且在他身上 找到四千元的非法藥物 所以被拘捕了 下一則新聞 中環在昨天下午1時半 發生交通意外 一架電單車 在雲涵街和德紀立街交界 被一架輕型貨車撞到 二十六歲的鐵騎士被困於車底 由消防員救出 最後清醒送往瑪麗醫院治理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的中午12時57分 一名男子報案說 駕駛的私家車 在大埔的搭運路鳳凰山廟出事 撞到十呎下的位置 撞毀了圍牆 撞在邪波上 如果這架車再撞多一點 就直接撞向別人的涼亭 幸好他們最後只是受到輕傷 由救護車送往拿打素醫院治理 下一則新聞 珍惜聲明 在昨天的中午12時半 一名中年女子 在大角咀道63號的卯丹大廈高層 爬出浪衫架 附近的居民連忙報警 警員和消防到場遊說後 將事主送回到安全的地方 隨後送院檢查 下一則新聞 奎衝到私家車 自炒翻側 熱心人士協助女司機 脫出困局 因為你翻車 有時你人就爬不到 其他的頭人 就幫了司機爬出來 等待救護員的協助 下一則新聞 和羅灣天后興法街 四十號圍景花園 搭棚工程 懷疑欠身八個月 多名工人上月十四號 曾經爬上棚架 拉起環額追討欠身 被勸服返回安全的位置 但時隔兩個星期 仍然沒有任何出糧消息 一眾的搭棚工人 包括四判 在昨天四日 再到圍景花園追身 現場消息指 大判給了二判六十萬 二判再分給三判四判 但四判指自己未收到錢 所以在昨天爬棚架追身 在早上十點半左右 工人在圍景花園 拉起寫有無糧建築箱 有漢出無糧出的白布 消防開氣展戒備 現場一段清風街封閉 爬棚架四判 經過勸喻後 在上午十一點左右 返回安全的位置 勞資雙方會在5月9日 去到勞工署探討出糧的方案 這就慘慘慘慘了 原來上星期已經做過過激行為 但又沒有人理 然後昨天又繼續去做這個行為 希望5月9日 真的有人去勞工署 跟他們談究竟 怎樣出糧 畢竟有漢出無糧出 這些就很慘很慘很慘 下一則新聞 昨天早上7時42分 一輛Tesla電動車沿著舊山頂道下山 駛到百家道交界行人過路處 撞到一個 74歲姓5的男徒人 傷者手袖和眼部受傷 隨後由救護車送往馬例醫院治理 電動車的印度裔41歲女司機 通過了酒精夫氣測試 她和外籍的男乘客沒有受傷 在場協助調查時 女司機略為激動 哭訴說 I do nothing wrong 我沒有做錯任何事 並且用手抹眼淚 警員安慰她 表示會展開調查 最後一則新聞 西環有的士司機撞傷途人 不故而去 昨天早上8時半 早上8時半已經遲到 可能有學生因為遲到 所以心急想早點回到學校 一個十三歲的姓蕾斯中學的男學生 在第三階近廣峰里過馬路的時候 被的士撞到 拆傷了手腳 但的士司機沒有理 駕車離開 男學生稍後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警方在現場附近查看閉路電視 追查的士司機的下落 今天的神早新聞來到這裡 想回應多幾句 昨天關於屈姐的影片 我都看到有很多觀眾 說不同意我的意見 其實所有觀眾你們的意見 我都會看 其實我也有去想 究竟是不是我有說錯 不過暫時就不在這方面說那麼多 因為這條影片明確地說 就算大家都是支持屈姐 都是相同正見 但可能有時候大家看同一篇文章的時候 大家的感受 大家的意見 都是有不同的 其實大家可以用一個理性 即是你不是人身攻擊我 說 井仔你這隻食屎狗亂屈 屈姐 即是不是用這種方法去攻擊 反而是很斯文 很文雅地去分享不同意我的意見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不過當然 在我立場來說 我希望你這條影片不同意我 我不要緊 但你以後不要不看我 還有我自己 在有時間的時候 我都會再想多些 究竟是不是我有什麼地方想錯了 還是有什麼地方誤解了 總歸來說 可能你會因為那條影片不喜歡我 但這些其實都是良性討論的進程 不是因為我愛國愛港 所以你所有事情都必然要同意屍古井 你不同意井仔 你就反中亂說 絕對不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良性討論 你不同意我 又或者我這一刻未必同意你的觀點的話 這些大家才會有進步 又或者可能真的是我錯 好吧 今集節目真的來到這裏 我們就待會再見 好 就這樣 拜拜